Hello 大家好 我是健哥 今天给大家做一些产品体验的视频 相信大家在装机的时候 都有看到过这个logo的产品 HyperX 肯定有好奇它到底是啥牌子呢? 其实HyperX是一家专注于专业存储 和高端游戏外设产品的品牌 外设也对我们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介绍 今天的主角是内存 目前HyperX一共有5款内存在市面上销售 4款UDMM 1款SODMM 主要就是Fury Fury RGB Preditor Preditor RGB 还有Impact DDR30的还有Savage 这里不用台式机和笔记本内存的说法 是因为SODMM内存不仅是用在笔记本上的 像Intel的NOC或者滑行的一些板子 也可以上这种小内存的 不过我好像没有见过笔记本是能上这种长内存的 如果你有建设的话 还请告诉大家一下 一起讲一讲见识 这款是HyperX才上市MD9的Fury DDR4 RGB 全名HX430C16FB 3AK2-16SP 这里也简单说一下HyperX内存的命运方法 HX表示HyperX 4代表DDR4 32代表频率是3200 C表明是UDM台式机上用的 16表示延迟是C16 F表示Fury内存 B表示散热器是Black黑色的 3表示第三版修订 A表示ARGB K2表示两套组母组装 16表示容量一共是16G 其实我之前在台北已经见过了新的FuryRGB内存 现在终于拿到了实物 我们边看边说 从官方规格上来看 Fury DDR4 RGB 完全就是Fury DDR4的RGB版本 外观相比原来的Fury略有感进 新款的Fury DDR4 RGB将金属散热马甲上的HyperX烫置移到左侧 顶部自然是RGB导光条了 即使不点亮 个人觉得还是新版的更好看一点 内存高度是41.24mm 比掠视者要略矮一点 相信绝大多数的风冷散热器都是没有兼容性的问题 不过对于紧凑型的IDX来说 建议还是多留意下 另外新的FuryRGB系列砍掉了4G规格 直接8G起步 毕竟RGB灯条上4G有点不划算 频率最低2400最高3466 然后京东上也是只上了2666和3200的版本 那可能也是买的人最多的两个版本吧 我们一共拿到了三套8G乘奥的内存 那基本信息都印在了外包装上 频率都是3200C16电压1.35V 我们使用台风Brunner检测到这侧Fury DDR4 RGB 使用的是海力士的8GB CGI颗粒 泡屏我们一会再说作为一款RGB内存 怎么能少了RGB的贴纸呢 一开始我还以为它只是普通的RGB光效 因为像那些支持主板灯效同步的内存 会在包装上印上各家板子的标志 不过等我实际上机体验的时候 还是发现它是支持华硕的Aero光效同步的 然后我又看了一眼官网 哎呦 它支持的还挺多的 并且使用的是和掠夺者DDR4 RGB相同的红外同步技术 除了主板同步之外 你也可以使用HyperX的NG软件进行设置 提供8种预设模式 那比较有意思的是 就算你没有内存 那你也可以在官网上选择光效和颜色 零体验一下 光效我个人觉得还是很好看的 同时不规则造型的导光条 被夹持式的金属散热马甲用几道环扣固定 多了一份抑制 还多了一份美感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眼PCB的布局 市面上的DDR4内存 基本上都是根据JED1C规范进行设计的 认为A1PCB和A2PCB两种 其中A2PCB由于内存颗粒距离金手指更近 并且颗粒之间的距离更小 理论上来说 不论是颗粒到达CPU内存控制器 还是内存之间的通行 总体电信号的损耗还是要比A1更好一些 但是D4和D5之间却要稍弱一些 所以整体来说A2PCB更有超频的优势 而Fure DDR4 RGB采用的就是A2PCB布局 后面的超频也会一定程度上印证这个说法 内存条的安装相信老司机们都驾轻就熟了 但是新司机们就要还是看一看我的操作 首先按下内存插槽的卡扣 华硕主板一般是上面那个卡扣可以活动 这家主板一般是上下两个都可以活动 略准这手指的缺口用力按下让卡扣卡紧 说起来真的特别简单 但很多新手朋友在装机的时候 往往会因为内存插槽导致无法开机 这里提醒一下 一定要卡紧 接下来就是超频的讲解了 我们这次分别使用了AMD和英特尔两套平台 具体的配置如下 AMD使用的是293900X配华硕 ROG C8A主板 英特尔使用的是i9900K配华硕 M11A主板 固态是英特尔的900P280G和S3700 800G 电源是华硕的雷神1200W 显卡都是P620亮机卡 我们先来看一下AMD这边的成绩 超到4400只做到了进系统和过AIDA64的测试 实续20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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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那有点惭愧 不过在4266我们成功过来MT的测试 那看来这款内存确实还是有不少的超频空间的 同时我们再来看一下4400的AIDA64和4266的AIDA64成绩的差别 4400除了读取要比4266快到一定点 其余三项甚至都不如4266的好 不过差距都是微乎其微的 也就是说超频搞的还是玩玩的 正常使用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去折腾 接着是英特尔这边的成绩 频率方面我们最高超到了4000 进系统和过AIDA64的测试 数据是18、22、22、46 那又有点惭愧 MT方面我们分别用3866和369过了测试 将一款3200的内存通过这个成绩过测试 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最后自然也是要对比一下AMD平台和Intel平台 在我们超频状态下的区别了 由于我们能力有限 没能在两个平台上超到一样的极限频率 就拿两边过测试的最好成绩 4266和4000对比一下好了 两个成绩放在一起 最显眼的自然是延迟了 Intel平台是45.7ms 而AMD平台是78.9ms 相差了将近30多ms 读写方面互有胜负 但是差距没有很大 因为我比较吃惊的是Copy部分 那AMD它居然有30的领先 不过在这些成绩中 对我们日常使用比较明显的还是延迟 也就是为什么Intel平台更受大家欢迎的原因 那在我个人的使用中 我一般就是默认开一个XMP用 毕竟这等于白送的超频 还不用花精力一个个去调 而对于超频来说 我觉得这是一种探索 探索硬件的极限性能在哪里 就像我们在AMD平台 将这套Firure DDR4 RGB 3.0.0的挑子 在没有任何外界散热硬件辅助的情况下 超到了4.4的高频 真的是很不容易 当然了 不论AMD还是Intel平台 没有这个成绩都得感谢ROG的这两块板子 那真的很能超 其实高频内存到底有多大用处 我们在之前的这期视频里有做过测试 那主要比较了Intel平台下 不同频率内存对于游戏帧数的影响 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看一看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节目不妨点赞投币收藏 输出三连一下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潮玩客CWK 那如果想要购买电脑的话 也可以来我们的淘宝店铺 潮玩国度数码 或者淘宝搜索商品 潮玩客 这里是潮玩客 我是健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